好还原哦 电影里面一样 哇 它的质感 在一次戏曲交流会中 梅兰芳与孟小冬音戏结缘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 二人在同台切磋记忆的同时 也互相仰慕对方的才华 渐渐地互生情愫 要是能和梅兰芳 永远这样唱下去 就好了 梅兰芳的妻子福之芳 担心孟小冬会影响梅兰芳的事业 于是她决定登门造访 开始 来了 梅太太 您怎么来了 梅先生 我给你熬了些鸡汤 清嗓润肺的 平日里你拖着我们家晚华拍戏 朝时辛苦 喝点鸡汤 润润嗓子 让您费心了 请进吧 这要是旁人看见了 因为我拦着门 不让您进呢 你敢 你得仔细端着 这鸡汤可烫手 多好的小院啊 我有时候在想啊 这台上要没你 还真没人能拖得住我们家晚华的 我这儿 该叫您福姐姐吧 叫脂肪吧 亲切 我去给您倒杯茶 不喝茶 就喝白开水 干净 那我给您倒白开水去 不麻烦了 不客气 到了我也不喝 有话您就直说吧 我不如你 以前我也唱过 后来跟晚华结诚意之后 就把戏给丢了 哪能跟您比呀 您是天下第一困绝 您的出戏 那可大了去了 您今天来 可不是来捧我的吧 还真被你说对了 我今天来 有时候要你离开梅兰坊 离开晚华 梅太太您误会了 在台上我和晚华的情愫 必须得往真里演 在台下我和晚华 晚华不是你叫的 如果今天蓝宁胜跟我吵架的话 您先请回吧 站着 我来的时候我想得好好的 不和你吵 不和你吵 我怎么怎么没出息 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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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 你知道吗 美国人邀请晚华气场进去 你知道这对他来说有多要紧吗 只要他去了 他就会是远东第一人 没准还能成为世界第一人 求求你 求求你让他安安静静地唱一心 别分他的心成不成啊 成不成 成不成 小冬 你也是唱戏的 知道什么是孤单吧 晚华之所以能够成为梅兰房 也都是从这份孤单里来的 谁要毁了他这份孤单 谁就毁了梅兰房 你说的我都懂 可我现在离不开他 那到最后 就会是你毁了梅兰房 你懂不懂 说到底 你们宁愿让他孤单 也不愿意让他快乐 我听说二十多年前 老佛爷赏了晚华的伯父 一个指甲锁 指甲锁最容易被撕破 可是不能撕破 现在 他要给他再套上一个指甲锁 没错 自到我进了梅家 就没见晚华他自在过 那时候我就想 这么多人拘着他 这个日子什么时候 才能够到头啊 可是没成想 他没兰房 当年就一晚上 就那么一场戏啊 他就赢了金巨大王 艳十三 他成了梅兰房 全世界 就独一个的梅兰房啊 你说的 我都听进去了 您先请回 等我查完这最后几天 你还要唱啊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 你再这么唱下去 不出两个月 满中国人都会看到 那梅兰房的笑话 你怎么听不懂呢 求求你 到时候你忍心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让你明白 梅兰房 她不是你 也不是我 她是做的 她是做的 是 她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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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然 我都以为他 我都以为大家 一个素质 我都以为你 他就是做的 我都以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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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停 好 谢谢两位演员的表演 有请 好美啊 这段好好看啊 SSS 太强了 谁跟你演对手是太重要了 怎么样 听到凯克导演喊action 喊cut 感觉如何 觉得特别幸福 因为这个角色我一直想演 但是都没有机会 被陈宏老师演了 太过分了 我身边的这一位 温正荣 她定级的时候 市场评级是B级 所以你其实卯着劲儿 就希望能够证明一下 怎么说呢 我当演员这么多年 赵薇姐姐是我师姐 她是你师妹啊 比我第一集 我来其实我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 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性 当然分到S级 怎么又老往S级那跑 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确实给我当头一棒 说啊 原来现在市场都不认识我了 所以 还是有点觉得小小的不甘心 所以 反正享受每一场戏吧 而且这场戏内心的层次非常丰富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在后面也是在一直磨 我说这个戏不是大张大合的 如果要想赢到这场比赛 我们就要从细节上 就是真的是初中这儿 这个戏挺难演的 这个难度很高 因为它不是我们拍电影 是话剧了 那我之前知道这个戏的时候 我跟凯克当然说 我说啊 演这个 我能演到50分就不错了 这个戏我也看了几次 我以为我看的时候会做比较 那结果呢 两位确实能吸引我的眼球 温生荣一开门的时候 我就哇 这个好凶啊这个女的 就我就被你镇住了你知道 整体来说 你们的情绪 你们的对白 都是很吸引我 我投入在你们的角色里面 我没有令我太多时间 去想以前那个电影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恭喜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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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看到的表演中间啊 在表演的层次 这个层次也包括心理上的层次 动作上的层次 调度上的层次 都非常丰富的一个表演 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长处是 你们定得住神 因为这个戏啊 非常容易给演跑了 嗯 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 从门打开的这个瞬间 我们就感觉到 火药味十足 尤其是福之芳 对孟小冬 心里是有一股怨气 但是 你毕竟又是梅兰芳的 正房夫人 你必须让对方明白 为什么我可以成为她的妻子 你在语言的处理上 是有分寸的 叫枝芳吧 亲切 你不会像 波妇骂街那样啊 站在院子里都数到她 同时我觉得 温中龙老师的表演啊 有非常非常舒缓的东西 也有很激烈的东西 这个舒缓的东西 就是所谓以情动人 我们作为梅兰芳最亲近的人 已经把梅兰芳奉献出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说 梅兰芳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是座儿的 座儿就是观众 承认这个事实 两个人才能够达成亮节 我觉得黄梅兰演的也很好 你忍受了福之方 带给你的画里有画的嘲讽 甚至是羞辱 我去给您倒杯茶 不喝茶就喝白开水 那我给您倒白开水去 不麻烦不客气 倒了我也不喝 所以这个人演的好 到了最后 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伞拿出来 还给了福之方 这个伞是曾经 你和梅兰芳两个人 共同拥有的 一个情感上的信物 我可以打着这个伞一起 走过风雨的 但是她现在 还回去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 你们的完成度挺好 真的让我想起 2008年 陈红和子怡两个人 就像你们这样排练的时候 一遍一遍地磨 就是陈红这一句 打开门说 你敢 我记得就拍了二十遍以上 这样让旁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拦着门不让您进 你敢 这句词只有两个字 却是给这段戏定调子的东西 我至今 还回忆起他们两个人 情同姊妹 但是呢又非常非常地默契的表演 谢谢你们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虽然凯歌导演 就是说已经有成熟的电影在前 但是这个舞台上 他们两个表演也是接得住的 就像凯歌导演说的 是很定的这样的 那如果说 提一点小小的要求跟建议的话 就是你俩可能需要互补一点 就是可能孟莹 要再强一点 然后呢 整容要稍微隐藏了再深一点 你俩稍微把自己强的东西给对方一点 那就正正好调和的会特别舒服 孟小冬其实也挺劲儿的 确实是哦 谢谢我们已经懂了 嗯 谢谢 胡锡萍导演 说吧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们的调性不同意 就你们在各演各的 就是真容姐比较接近话剧或者电视剧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处理 然后孟莹的松弛呢 又让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很像电影感的那种蛋 那种收敛 就是风格没有统一 我我其实想顺着威姐那边说我 但是我会说的更露骨一点 就是我觉得真容姐可以再收一点 但是孟莹我觉得你还没到 就有时候演戏的时候 可能我就是会带着那种自身的感觉 可能就会有点使劲 因为总觉得它是话剧 我们去年其实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到底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应该把它当话剧演 还是应该把它用电影细腻的 很特写的那种表演幅度去演 而且特别是带着这种观众的 你会有一种演员本能的 我要越来越激动 或越来越就是威适的 你就会使劲了 如果要像你的那种表演风格 那孟莹也一起 我觉得也挺厉害 就是就是它可以统一成一个调性 但是现在我最大的感觉 就像两个导演 各自指导了一个演员的表演方式 然后放到了一起大家来一起排练 就这个对我来说就有点难受了 凯哥导演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事实上没有导演 我觉得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认同福志芳 是比较强势的 而孟小冬 觉得自己稍微有点理亏 其实在表演上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 特别是温正荣老师啊 你在离开这个院子回头那一笑 把我给弄笑了 你赢了 谢谢 就是胡芝芳赢了 他成功了 最后目的达到了 实际上他的本质 其实他还是女人 还是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 对 就是你来了 不管你赢盈欲泪啊 还是气势汹汹啊 反而总之你赢了 他输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迎来 两组女性角色她们的对决 我们再次请上 刚刚完成表演的二位 有请 孟子毅 李希瑞 对温正荣 黄孟颖 拉拉票 我们还是少说点吧 觉得刚才演的确实 感觉怂了 反而可爱 太可爱 怂了 自己搞得得丧 好的 接下来请各位导演们 在自己的定级卡片上写下 你们认为表演当中更出色的 一位演员的名字 各位导演做出您的决定了吗 郭敬平导演 温正荣 黄孟颖 恭喜 谢谢 谢谢 海哥导演 我也是跟郭敬平导演一样的 现在不许把你刷掉吧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这边分量比较重 两个比起来的事 我就投他 好 谢谢耳东生导演 谢谢 嗯 我就 简单明了吧 得实现他从B级往上跳的梦想啊 这是我世界 其实我也挺期待就是 两个年轻的女生她们的表演 因为真荣她们演的 这个是复杂度很高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她们两个在后面也可以去挑战一些 能够证明自己演技的这种片段 然后彰显自己的魅力这样 其实对于我们这几个老人来说 确实有点难 人小孩演不好 人的成长 我们演不好 真的要丢人 那么恭喜温正荣 黄孟颖 晋级到A级 恭喜你们俩 恭喜 恭喜 姐姐 我们跳跃了 祝福温姐姐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有人想给S级的卡片吗 我们一共有八个名了 这要开会吗 不用开会 我们互相尊重 有人想给S级的卡片吗 耳朵声导演 我还是我想给温正荣 哇 哇 真 哇 一下从BG到S级 回了 回了 十字名归 自己去接一下 你不要做地板了是吗 对 之前做的大木箱 我可以做沙发了 哇 好棒 感谢你 温正荣 他在这个 跟他的对手啊 相比 经验稍足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在整个表演里头 恐怕他是控制着 这个主导权的 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 可不可以我们去讨论一下 就为什么最一开始的时候 其他的人把BG 定给了温正荣这样的演员 电影啊 那个电影卖钱 跟那个电影好不好 不是挂钩的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现实 导演没有办法左右的 你以为我提出来要的演员 那些戏好的演员 我能用吗 平台会有评估的嘛 投资方会评估 这个很残忍的事情 我自己当演员的时候 已经定了角色 我是男主角男一号 我被那个女一号换掉 是谁 不能说 反正就是之后你们 没有被刷掉啊 尽量享受这个过程 真的 会很开心 学到很多东西的 谢谢 谢谢 在这个做采访的时候问我说 你从第一季里边 你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说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是一个不太像综艺节目的综艺节目 好的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不会被埋没 希望大家在这个舞台上去发挥你们演技 享受你们作为演员的乐趣 那就值得了 谢谢啊 再次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导演 谢谢各位导演 好吧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现场下面的表演 休息一下 谢谢大同大院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其实我也是鼓起勇气 都是想问这么一个问题 我去面试的时候别人说 黄梦莹你长得不是主角脸 所以你演不了主角 所以我想问导演 就是主角脸和配角脸真的有这个说法吗 不是说我非得要去真主角 只是我想得到一个答案 因为有时候听到那样的回答 就是你想去面试一个很喜欢的角色 然后别人用这个理由 就把你拒之门外了 所以我有时候会自我怀疑 我觉得我觉得我跟你说这种话的人 特别 真的 真的 因为最讨厌那些 其实啥也不懂 啥也不知道 哎呀 你这样红不了 我也被这样说过 我也被说过 对 他就是又不专业 又不负责任 还给演员造成极大伤害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 讲老实话 都有可能成为主角 你想想黄渤 对吧 黄宝强 他原来可能就是从一个群众演员开始 但是现在当仁不让的大主角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谁是不能够成为主角的 只要你是个好演员 当然 我会努力做一个好演员 谢谢赵卫导演 我有答案了 没有什么主角脸 配角脸 只有还没有为扮演主角做好准备的演员 你就是主角脸 哈哈 你自己就得这么想 首先 我希望让市场知道我是个好演员 第二就是我需要机会 需要好的机会 去拍戏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剧 有提升